这个今天动地的发明默默的发生 当时连发明家都无法依测它的重要 即使产业先锋看到它的潜力 当时他们也无法想象 这个发明居然会给世界带来这么巨大的影响力 第一片进入市场的机体电路 其实只有十颗电晶体 但是它却淘汰了占满整个房间的大型电脑 并且造就商用电脑的兴起 启动了真正的自信时代 当美国宣布登类计划的时候 美国太空总署的火箭技术还远远不如苏联 但是美国所拥有的是千颗电晶体的机体电路技术 让电脑可以缩小到公式包的大小 足以装在阿波罗太空船上 虽然以我们现在的标准 它比较像是计算机 不像是真正的电脑 但是没有那台电脑 要成功蹲的夜球 在安全返航是根本办不到的 机体电路成了太空竞赛最关键的优势 当万科电晶体整合出了微处理器 在低能建路时 飞机可完全依赖电脑自动降落 机器人还不太能走路 不够给了我们前天后的领钱功能 除了计算 电脑也可以开始画图 甚至制作简单的动画 到了10万颗电晶体 3D动画问世了 除了线条 它也可以呈现光影的模拟 机器人依然不太会走路 但是在生产线上 我们随处可见机器手臂 为我们打造高品质的汽车 当扣增到百万个电晶体时 电脑走入了家中 到了千万个电晶体 机体电路帮我们连结了整个世界 当机体电路拥有十亿个电晶体 电脑开始无形化 变得无所不在 60年的发展 我们又到达了关键的时间 电晶体的体积小到临界点 后期我们已经无法继续缩小下去 但是如果电力的精神 会用其他形式不止性的延续 我们将再度踏入电脑计划的新闻 这时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新闻貌 我们还在持续想象 因为对于未知 对于未来 我们永不设限